早幾名原警把轎包圍用力拍打 赫令驾驶马上下车 但嫌犯怎么样就是不配合 下一秒竟然还发动车子 油门一踩冲撞警方 原警见状一连开了六枪 但车辆擦撞到一旁货柜车之后 还是逃离现场 左边车头几乎全毁 车窗破裂弹孔清晰可见 左后轮也被子弹射破早已泄气 驾驶逃了两公里 就这样把车丢在路边 事发就在21号下午三点多 北市新大警方跨去到新北五谷 抓一名林性嫌犯 他不但有毒品前科 还涉及多起毒品案 当下疑似正要遭遇毒品 没想到看到埋伏警力冲撞逃逸 警方也立刻开六枪回击 但人还是跑了 不排除有同伙劫影 根据了解林性嫌犯是一名货车司机 平常会帮客户载东西到冷冻公司交易 目前警方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要尽快将这名毒品 甚至依法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